11月18号 首艘国产航母顺利通过台湾海峡赴南海进行试验训练 而与此前任何一次海事不同 此次国产航母携带三架歼15舰载机 并且全部挂弹待命 种种迹象表明 首艘国产航母即将正式服役加入南海舰队 这意味着中国海军一南一北双航母战斗群即将形成 回想过去 没有航母的我们所遭受的屈辱却是历历在目 1996年突然爆发的台海危机是近几十年来中国军事上少有的危险时刻 3月11日 当美国两大航母战斗群开进台湾海峡 国家领土完整面临分裂的危险时 彼时的中国海军只能用一场近乎悲壮的演习誓死捍卫国家主权 当威风凛凛的F-14从美军航母腾空而起 当时中国海军最先进的军舰只有被美军讽刺为保存最好古董的051型驱逐舰 当苏-27从海空掠过 没人知道这型中国空军最先进的战机只能发射火箭弹 由于没有足够的对岸支援火力 海军甚至直接把陆军火炮搬到军舰上 登陆艇不够 海军陆战队只能坐渔船登陆 所幸的是那场战争最终没有爆发 台海危机之后 靠着国家的经济腾飞 中国海军取得了快速进步 中华神盾辽宁舰为祖国的海疆构筑筑了钢铁长城 当美丽的国土始终免不了豺狼的际规 2016年的南海 中美爆发了自越战以来最大规模的军事对峙 而这或许是我们离战争最近的一次 2016年7月 在美国一手炮制下 菲律宾抛出了荒唐的南海仲裁 当时国产航母还没下水 辽宁舰还没形成战斗力 面对美国双航母战斗群 哪怕在我们的主场也没有必胜的把握 但即便如此 事关我们的核心利益绝对不能让 哪怕和美国正面冲突也在所不惜 于是就在美军不断在边缘试探的时候 中国发了一条简短的消息 7月5日至11日 解放军将在海南岛以南西沙群岛水域进行军事演练 字数越少 事情越大 海军三大舰队精锐进出 四位上将坐镇一线指挥 100艘军舰集结南海 轰6 歼轰7 歼11B悉数驾临 水下094型核潜艇部署到位 航母杀手的东风21D已拉近深山既定位置 而美军的双航母已做好战斗准备 舰队指挥官哈里斯甚至一度要求做好今夜就开战的准备 任何一点风吹草动都会激起滔天巨浪 所幸的是 经过多日对峙 美军航母最终撤离南海 这场冷战之后最危险的军事对峙就此结束 而对于我们来说 这场一触即发的战争是如此陌生 为了让大家详细了解当时的现场情况 我们搜遍全网找到了当时中美南海大对峙的现场视频 一触即发的战争场面令人窒息 由于内容可能敏感 我们把这段视频放在了微信公众号上 搜索并关注钢与军事微信公众号 回复对峙 告诉你这次离我们最近的战争有多危险 有趣的军事内容只为您呈现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